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持锥而失之 夺这个字大家看一下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 下面是寸 表示手 鸟从手里飞走了 这是夺 夺就是脱 都是王义之义 这样来说的话 马一不能指这个意 就是指的 帅车上的四批代码都失去了控制 拼命的这个 奔跑 不能指就是不能 使之停下来 不能使指的意思 国语的禁语里面说 马一不能指三军从之 伪昭柱 三国时期的伪昭给国语做了柱 他说这个意是分野 吕之春秋 避几篇里面 说孔子行道而兮 孔子周渝列国的时候 在半路上停下来歇兮 只兮 马一 他的有一匹马就逃跑了 识人之家 野人取其马 这个野人就是在田野里面 劳作的人 野人是跟国人相对的 国人就是住在成义里面的人 所以野人和国人 如果用现代汉语 一定要去翻译他的话 就成立人和乡下人 所以这个野意就是 没有拴好 这个马自己逃走了 三周划不住 为什么能够三周划不住呢 水晶柱的寄水篇里面 讲这个划不住山 是不连丘陵以自高 我们知道这个山 往往是周围有丘陵 逐渐地突出一座高山来 但是划不住山 比较奇特 其实焦东半岛 山东境的像 包括泰山都有这样的特点 四周比较平缓 突然一座山拔地而起 就是水晶柱里面所描写的虎牙节历 像虎牙一样 这个 节历就是特历 孤历 下面孤峰特拔以刺天 这些都是描写这个划不住山的山势 很险峻 同时呢 它的特点又是周边都是平原 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会有三周划不住 这个三是表示周划不住这个行为的数量 在古代汉语当中没有动量词 所以要表示行为动作的数量 都是在动词的前面直接加数词 好 这一段我们就读完了 那么 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 这个 作者在描写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役的时候 没有具体地去描写战争的场面 整个这一段里面 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关于战争场面的描写 作者把主要的笔墨都放在哪呢 放在双方帅车上 特别是放在晋国帅车上 三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对话上 来考虑一下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写 如果让你去描写 习近安之战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役的话 你有没有这样的胆量 去这样写 就通过这种描写 把齐军两个方面的人物特征揭示出来 那么也就可以揭示出 决定这场战役最终胜负的因素 所以整个这一段我们看到 齐军两支军队都应该说作战相当的勇猛 但是 禁军方面更为顽强 这种顽强 通过什么描写出来呢 是通过帅车上三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对话 揭示出来 所以 整个读完这一段 作者并没有 对战争场面的很细致的描写 但是我们却可以 想象出这个战役进行的激烈的程度 通过帅车上这个主帅西克负伤 欲者负伤 我们都可以想见这场战役 那种惨烈的程度 那么决定双方胜败的因素 我们刚才说 对齐军一方来说 是由于他们的顽强 而对于齐军方面来讲 他们之所以失败 主要是在于他们的骄傲 所以 写这样一场战争 或者通过 并没有具体的去说 这个双方胜败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但是我们通过这一段的阅读 却可以深深的体会出来 为什么会 最终的结局是尽胜其败 另外 关于这场战争的特色 作者写得也很 交代的也很清楚 这个特色就是一个筷子 是不是 齐军进攻筷 当那个 施禅于安之后 这个齐军方面 是抱着鱼骨剪灭 此而朝时 这样的一种态度去打仗 那当然这个进攻的速度会非常的迅猛 那么 齐军的败逃 也很快 失败的也很快 所以 当那个齐 进军的帅车 冲在前面 整个晋国军队 这个打垮了齐军的时候 作者只用了四个字 齐时败机 败机就是 整个军队 被打散了 相互失去了联系 当然更 没有这个指挥了 这个快还体现在 齐军败逃很快 是不是 进军追击也很快 三周划不住 五个字 我们就可以想见 这个整个齐国军队 在前面拼命地跑 进军在后面拼命地追 所以读完这一段 我想大家对整个这场 战役的特色 对这个决定战争胜败的 关键性的因素 就都认识得非常清楚了 这就是 古人在描写战争的时候 他们的 这个高明之处 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段 实际上应该分成两段 一段是讲 韩诀 就是进军的司马韩诀 在追击齐军的过程当中 跟御者交换位置的事情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是讲 这个秋章丧车的事情 通过这样两个片段 从很细节的角度 来反映安之战 这个韩诀 我们课本上注了 在这次作战当中 担任进军的司马 而且在这次战族当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他抓住了齐寝公 所以在安之战之后呢 第二年 韩诀就被提拔为 这个进军上军的将领 他在作战的头一天 夜里面做梦 梦到他的父亲子语 对自己说 第二天早晨 作战的时候 要避开左右两边的位置 什么是左右两边的位置呢 大家上次课看到了 古代战车的形质 那么大致可以知道 如果避开车左和车右的位置 它只能是坐在御者的位置上 处在御者的位置上 就是驾车的人的位置上 这里面 担子的用法 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 它跟招的不同 但所强调的就是 从头一天的夜 到第二天的天明 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 就日出的这个过程 所以可以引申出第二天 第二天 淡早逝之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致和我们所熟悉的 这个从走之旁的致 是古今字的关系 也就是说 走之旁是后起的 那么这个字 从造字结构上 我们前面曾经讲到过 跟这个避开的意思 其实没有关系 所以他表示 避开的意思 应该是一个假建议 那么既然他的父亲托梦 让他第二天早晨 要避开左右两边的位置 所以呢 在第二天作战的时候 他就坐在中间驾车 来追赶旗豪 这里面中是 在中间的意思 在中间的位置 其实在安之战之前 还有一段故事 跟韩爵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晋国的八百圣大军 到达魏国的领土的时候 那么韩县子 也就是韩爵 要依据军法来斩人 就是有人有罪过 那么锡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就亲自驾车赶过去 想要把那个人救下来 这倒不是锡克跟被斩的人 有什么交情 而是锡克听了汇报以后 觉得那个人罪不至死 但是等这个锡克赶到的时候 就已经杀掉了那个人 这种情况下 锡克就派人 用被斩掉人的尸体来寻 寻就是示众 为什么这样做 锡克自己告诉他的预者 告诉他的手下说 我用这种方式来分棒 棒就是怨棒 棒就是背后说议论别人 这个棒不一定是毁棒 毁棒的意思是后来才产生的 古代汉语当中 棒就是不是当面 而是背后来议论 现在汉语的毁棒是 无中生有的议论别人 但是古代这个不一定是 没有这个无中生有的含义 怎么叫分棒呢 锡克知道 那个人罪不至死 但是汉诀杀掉了他 这会在士兵当中 士族当中引起不满 大家就会议论批评汉诀 所以他就用这个以循的方式 来使这个士族不专门议论韩诀 同时也会议论锡克之非 这种做法能不能分棒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韩非子 韩非子当中对这个故事 做了很深刻的剖析 就从逻辑上 锡克这种做法对不对 从逻辑上 从人情上 从事理上 韩非子都做了很细致的分析 这是在安置战之前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 说明锡克很能拉拢他手下 这个大将的人心 所以在作战的时候 这个韩诀才会那么勇敢 拼命地去追赶这个骑猴 丙下对骑猴说 摄那个驾车的人 摄那个驾车的人 其实这个骑 一般理解成只是词 只是词相当于那 也可以理解成是 后面追赶的进军车上的御者 前面这一句是起始句 这是让主射的骑猴来做 下面接着解释原因 为什么要设那个驾车呢 下面一个句子应该是 驾车 骑车 君子也 后面那辆车上 驾车的人 是一个贵族 不是一个普通的士 不是一个普通的士 地位比较高 那么这大概是 丙下看到后面 韩绝的这个仪态 不像个普通的御者 但是他用君子 来说明后面这个御者 那么骑猴听了以后呢 就说称之为君子 而设他 你既然已经称他是君子了 还让我去设他 这是不合乎理的 非理也不是理的规定 不合乎理 那就是不合乎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